日本在中国建的百年标中塔,俄国多次要拆除,中国却说绝不拆。你们觉得呢? 众所周知,1894年是让中国和中国人民都永不会忘记的不平凡的一年,这一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,这场战役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,而对于蓄谋已久发动这场非正义战争的日本,却让日本自此躋身世界强国行列,高高在上。 其实日本这个蓄谋已久的侵华念头早在唐高宗时期就埋下种子,当时朝鲜是唐朝的附属国,在朝鲜三韩马韩,陈韩,汴汉,时期,最大的马韩部落被百计部落,百计是日本的朝贡国,占领后,又联合其他部落侵略新罗国, 新罗国为了阻止百计的频繁侵略,向唐朝寻求支援,660年新罗联合唐朝一举打败了百计国,但也因此让日本出兵朝鲜,结果被唐新联军再次打败,自此结下了梁子。 甲午战争 此后日本便无任何顾忌地在中国大地为非作歹,在唯满洲时期甚至还欲要在中国东北长春地区建立新国都,修建了大量堡垒和工业基地以及矿场铁路,甚至这时期的长春比日本一些大城市发展水平还要高,但从1894年日本侵华年, 直至日本投降,在这半个世纪时期里,日本留给中国更多的是被催的城市和让人发指的万人坑,抗战胜利后,一些遗留建筑成为侵华的铁证,更多的还是被废除。 如今中国现存的日本侵华遗留下来的建筑也不多,例如日本在台湾设立的统治机构台湾总统府, 为满时期在长春建造的日本神武殿,金教,明放宫,用作日本军人席练武术合计四天皇的地方,还有在青岛建立的横滨证金银行等等。 这些地方也都是日本侵华的铁证,但是在辽宁旅顺却有一处这样百年建筑,如今是当地非常有明细的一处景点,虽然此建筑也是日本人修建的,但当时修建原因却是日本在向战败沙俄炫耀其高超武功。 这个建筑就是白玉山塔,在当时被日本叫标中塔,说起此塔的修建原因还得从甲午战争时期说起,因为清政府战败,被迫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, 但是关于哥让辽东半岛一条,让日俄之间起了争执,此后便埋下仇恨,日本也考虑到了日俄之间不可避免会有一场战争,于是把从中国掠夺的白银用于扩充军备,以便在沙俄前一步夺去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, 而沙俄也早有计划占领中国东北,欲要占领后将其的变成黄俄罗斯,结果日本还是提前下手,本该沙俄的一块肥肉,就这样到日本手中, 但沙俄肯定不甘心,频繁派军舰去该地巡逻几圈,最终沙俄强舰对航进入日本防守圈,终于把日本惹恼了, 1904年夜里,日本对来势的沙俄舰队一顿鱼雷猛攻,自此日俄战争打响。 此次战争历时约一年半,日本投入兵力40余万,沙俄投入50余万, 最终在临近战争结尾的一次海上大混战中,沙俄补给舰队被拦截, 最终导致沙俄战败,此次战争日本伤亡兵力8万余人,沙俄伤亡4万余人, 但沙俄士兵被日本俘获却接近8万余人,由此对比,日本完全有炫耀的资本。 也是因此,在日俄战争后本为了纪念在战争中为天皇效忠的官兵, 在旅顺白玉山上历时两年半修建了表中塔和白玉神社纳古祠, 并把所有战死的人骨灰存放在该地下室,修建祠塔的劳工约为2万人, 全都为日本强行骗招的中国人。 1953年,苏联认为此塔是一种耻辱,赫鲁雪夫还满横无理地要求中国将其拆除, 还说将此塔拆除后要在原址再修建比白玉山塔更高的塔, 用来纪念沙俄战争中沙俄伤亡的将领, 但早到中国言辞拒绝,中国的领土,绝不再给任何侵略者竖牌立传。 苏联被拒绝后,多次暗中要对该塔搞破坏,但都没能得逞, 如今此塔是不仅杀俄狗咬狗的见证,也是侵略者侵犯中国的铁证, 也是我国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